苏维埃俄罗斯教育人民委员部NARCOMPROS的目的是监督国家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学术中心或称一般理论和课程教学中心 是苏维埃俄罗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机构之一 学术中心或称一般理论和课程教学中心 是苏维埃俄罗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机构之一 根据1921年2月11日人民委员会批准的人民委员会教育条例 学术中心下设三个部门 科学部国家科学委员会 科学部政治部 学术中心科学部也称为国家科学委员会 其目的是监督苏联科学技术的发展 该部门负责协调各科学领域的研究和开发 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学、数学和工程 该部门还负责促进科学研究并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 科学部在苏联科技基础设施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为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做出了贡献 学术中心科学部也称为国家科学委员会 其目的是监督苏联科学技术的发展 该部门负责协调各科学领域的研究和开发 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学、数学和工程 该部门还负责促进科学研究并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 科学部在苏联科技基础设施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为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做出了贡献 学术中心政治部在苏维埃俄罗斯 也称为教育人民委员部NARCOMPROS 其目的是监督教师、学生和公众的政治教育 该部成立于1921年 根据1921年2月11日人民委员会批准的 人民委员会教育条例 下设三个部门 科学部、国家科学委员会、科学部和政治部部门